时光迈入2011年 我会馆的会晤活动也呈现全新发展 2011年1月19日 会馆第81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在礼堂隆重举行 当天第81届理事会成员及家属近130人出席 名誉会长王明忠先生受邀担任就职典礼的监视人 就职典礼由副主席姚唐浩主持 就职典礼开始 首先由林芳华主席发表讲话 我相信父亲会管将会更加回话 谢谢大家 他勉励辛劳理事 精诚团结 群色群力把会馆的事做好 在庄严的气氛下 理事们进行职位印章交接 宣誓和签字仪式 名誉会长王命中先生一一一语见证 就职仪式结束后 举办晚宴 当晚宴开十三桌 部分名誉顾问及名誉理事也欣然受邀出席 这次理事会共选出了十一位新人 他们平均年龄四十出头 新理事的加入 为理事会增添了活力 喜气洋洋迎新春 欢欢喜喜过大年 2011年2月5日 一年一度的春节团拜 照例在会馆礼堂举行 当天 大约有700多位会员及家属出席 当天的节目由林芳华主席 让我在此祝愿所有的会员乡亲们 祝年行大运 好事颠颠来 祝各位 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全体理事向相亲拜年 观赏2010年会晤活动短片 召开2010年会员大会 颁发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 和培京学校学业优异奖 随后还有丰盛的自助晚餐 和文娱表演及幸运大抽奖 会让老会员们分享建馆100周年的喜悦 会馆给年满65岁的老会员封了大红包 而现场12岁以下的孩子 也得到了意外的惊喜 每人手拿小红包 喜气洋洋 春节团拜活动是最受会员们欢迎的 在浓浓的乡情中 会员们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 春节过后 会向资深乡贤表示敬意和春节的慰问 我会馆组织理事 登门拜访了几位因行动不便 而没有出席团拜活动的名誉顾问 及名誉理事 他们是 严中兴 林大渠 余文贵 韩岩市和陈振和 几位乡贤及家人对会馆的关怀深受感动 并多次表示不敢劳烦理事们 2月12日星期六早晨11点 在第一副主席林伟明博士带领下 闫天发 陈国平 谢教明 余明清 黄承贵 张美兰和陈一兰等 上门逐个拜访五位老理事 送上了甘吉和红包 老理事们对会馆的关怀表示深深的感激 2011年3月26日 在第一副主席林伟明博士主持下 集资营如期于2011年3月26日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Shaw Foundation Alumni House举办 当天 26位理事出席 活动从早晨8点开始 到下午5点结束 首先 由林芳华主席致开幕词 我们父亲会馆在去年 我们走完那一百周年之后 就是一位走 之后的集体互动游戏给理事们热身 所以说 感谢感谢你们要做一个 一路上告别的 都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都要做什么 好 接下来大家回顾 福清会馆的忠实和成就 没有教育 没有文化 就没有进步 就我们的前辈们都想得很清楚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方面 下大力 到了1986年84年的时候 有后来的这个北京学校 那么也配合政府的这个教育政策 我们也进一步把这个教育搞好 讨论中间会馆的新动向 检讨和分析福清会馆的现状与挑战 重新定位提出创新与改进策略 26位理事分四组进行讨论 大家在活跃和积极的气氛中 集思广益 开动脑筋 为会馆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2011年4月2日 曼荣福清工会庆祝成立49周年 来含邀请我会馆理事组团前去参加 我会馆在第一副主席林伟明博士带领下 22位会馆理事及家属集体乘车前往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更加 更多的时间认识 谢谢大家 在马来西亚期间 收到马来西亚曼荣福清工会 李世门的热情款待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也要来 谢谢 2011年4月19日 会馆组织了乐林会员的出游活动 这次活动由乐林管理小组组织 金航旅游公司整办 一日游活动包括西部农场游 游览夏市牧羊场 千胡鱼场和叶绿青稽羹蔬菜农场 参观新生水展览馆 游览新建的冰海堤坝 及金沙空中花园 当天有123位乐林人士 会馆理事及家属出席 参加活动的老会员们游得开心 尽兴 非常满意 纷纷对会馆主办这类活动 待他们参观和了解新加坡的变化 表示衷心感谢 2011年5月6日 亲祝母亲节晚宴在会馆礼堂举行 这个活动由刚刚加入理事会的两位女理事 妇女组组长张美兰小姐 副组长陈亦兰小姐负责组织工作 全体理事给予全力协助 当天席开58桌 会馆为会员准备了拍摄全家福的照相景点 给每位现场母亲献花 一切